说起国产汽车 居然还有人嘲笑咱们的国产品牌 就是工业垃圾 简直是岂有此理 那么到底为啥咱们的传统汽车工业 会落后于其他国家 今天我就追根溯源来解释这个问题 在之前我聊那些外国汽车品牌的时候 发现许多人对外国车如数家珍 但一提到咱们自己的汽车历史 却知之甚少 尤其现在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势头正猛 已经超过了好多传统汽车强国 可还是有那么一批人 不断的在贬低咱们的汽车工业 这让我想到了哈尔滨之前的爆火 让更多的国人知道了 清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行 那些反华势力坐不住了 就故意制造矛盾来抹黑哈尔滨 咱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现在也正在面临这样的舆论战 这些人看到咱们的新能源车风生水起 就开始围攻咱们的电动车发展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所以我就决定先不介绍那些国外名车了 先带大家好好了解一下 咱们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 身为80后的一员 在我那个年代最熟悉的 莫过于解放牌和东风牌卡车 那时候对普通的家庭来讲 拥有轻型家用轿车 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坐在那种简陋颠簸的卡车内 噪声震耳 路途坎坷 与此相比呢 像桑塔纳这样的小轿车 则显得极其舒适 不但速度快 还有冷暖风 甚至比在家还要惬意 在当时的社会上 就有一种普遍的观念 洋品牌就是优于国产车 以至于这种观念一直留存到现在 然而 当我深入探究 我国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时 认识到中国汽车工业的起航 其实并未落后于世界的步伐 早在1672年 传教士南淮人就为康熙大帝 设计了一台 蒸汽动力驱动的自动车装置 尽管并未实现载人行驶的功能 却无疑是中国自动车技术的开始 即使以卡尔奔驰 在1885年发明内燃机车 作为现代汽车工业诞生的标志性时刻 中国也仅仅在16载之后的1901年 便引进了第一辆现代意义上的汽车 关于中国首辆现代汽车的确切身份 那坊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 一种说法是袁世凯在慈禧太后受臣之际 不惜重金 耗资一万辆白银从海外购入一辆轿车 作为受臣的贡品 献给慈禧 然而 另一种更早的记载 则指向1901年 一位比利时商人将两辆产自美国的 奥兹末比尔的汽车经由香港引入上海 并在次年初正式上牌行驶 实际上 奥兹末比尔也是在同年 才开始真正量产汽车 而其中的两辆就到达了中国 时间到了1902年1月30日 这名比利时商人向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 也就是工部局提交了一份申请 要求为他的汽车登记并发放车牌 工部局在收到申请后呢 决定为这两辆新颖的交通工具 发放临时牌照 并按照当时马车的标准来征收税费 每辆车每月需缴纳 银元两块 与此同时 工部局还宣布 将在当年下半年 对汽车执照进行专门的管理 不仅增设汽车专用的执照类别 而且着手制定了 针对汽车所有者的操作规则 这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的车辆使用制度 以及道路交通规则的雏形 其实当年引入中国的这两辆奥兹末比尔的汽车 外形与当时的马车极为相似 他们采用了黑色木制车身 其中一辆配置了折叠式软棚车顶 另一辆则配备了凉棚式车顶 有着独特的木制五轮符和实行轮胎 同时车上装配有煤油照明灯 还有手动喇叭 这些细节无不展现了 那个时代汽车的独特风貌 在当时 汽车对于全球各国来说 都是新兴技术的象征 而中国并未在这一阶段 明显滞后于世界潮流 与此同时 隔壁的日本 同样也是在那个时间 接触到了现代意义上的汽车 但是由于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 清政府战败 国力衰弱的中国在巨额赔款的压力下 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 优先投入到关乎国家存亡的军事工业领域 而且例如像江南制造局 南京精灵制造局 福州船阵局 湖北枪炮厂 以及天津机器制造局等 这些主要都集中于沿海地区 使得我们时刻处于外国列强的军事威胁之下 清政府又不得不调整策略 开始尝试将工业体系向内地转移 以避开直接冲突 确保民族工业能够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艰难的发展 当欧美列强都沉浸在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进步和繁荣之时 在我国刚刚发芽的工业现代化 却被日本的侵略和巨额赔款所打断 失去了宝贵的发展窗口期 在这段时间内 我国工业化建设遭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错失了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的最佳时机